這邊是在五分之前做一拳進攻 這邊的狂戰士大概有16到18隻 不要說為什麼 動態勢力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的是 神打蟲的無敵戰術 HES版 那這一招真的是非常厲害 你只要學起來對不對 鑽石一下 輕鬆打 真的是輕鬆打 不要說鑽石了 連宗師都不一定能夠擋住 這招真的是非常厲害 也很好學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HES版本的這個無敵戰術 是怎麼施展的吧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進到比賽 那地圖的左上角 藍色 藍色的蟲族是收了 那地圖 右下角紅色 紅色的神族 是我們這次的主角HES 好 那這個打法呢 說真的 真的是很強 只要你學起來對不對 蟲族輕鬆打 鑽石一下 幾乎不太可能擋住 除非他放你大招 這個打法 怕的就是對方放你大招 對方只要是正常打的話 很少有蟲族能夠擋得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HES版本 我也是受了這場的啟發啦 所以後續才會做那個 之前的那個神打蟲的 無敵戰術教學 那他的偵察時間點呢 一樣是在 公兵滿彩16字後 出去偵察 那這邊是因為有黃金礦 所以他這邊開了一個黃金礦 那這個打法呢 打法流程呢 在一般的圖也是差不多的 也是都可以用的 不一定是因為黃金礦 才可以這樣打 好 那HES這邊是有出一隻狂戰士做保底 有出一隻狂戰士 好 那SOLAR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正常的裸雙開 有出瓦斯 沒意外的話 等等應該會直接把這些3D開起來 那HES這邊是沒有去卡對方的惡礦啦 所以他的SOLAR的惡礦是 很安穩的蓋在原本的位置 正常的位置 好那HES出了一隻狂戰士以後往外走 並且加速了一隻教士 並且加速一隻教士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邊是在2分15秒的時候放下自己的VR 那這個時候呢 神主要把他的瓦斯踩到100氣 這樣的話你剛好可以出一隻不朽 就可以停瓦斯了 停瓦斯非常重要喔 好那教士這邊是假裝往外飄啦 啊這個應該是真的要飄了 因為他往那個黃金礦走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要去守黃金礦 那這邊工兵也是履扣過來 在2分40秒的時候 二礦一好的時候 直接把工兵履扣過來做 做採集 那這個地方的話 二礦的 因為他是開黃金礦 所以你必須在二礦那邊做 建築學 起碼你要讓翼化蟲沒有辦法咬到他的探測機 所以我們看一下他把VR 蓋在這個二礦的後面 那等等的話 就用建築學把這個二礦給卡起來 那目前主礦這邊是已經用建築學卡起來 你看這邊是BG賭門喔 所以蟲族這邊想要用翼化蟲進去攻擊的話 是沒有機會的 而且這邊教士目前是這個翼化蟲的爸爸喔 沒有速度的翼化蟲是完全不可能打贏這個教士的 那這邊殺了兩條狗 那我們看到這邊瓦斯已經停了 出了一隻不休者 那這邊瓦斯是只有零 那我們這邊兩個礦的分別都是 主礦是16隻在採啦 那二礦也是16隻在採 這其實就是意味著 如果你是在一般的地圖的對不對 你也是1616 黃金礦的話這邊 他這邊弓兵是多蓋了一點點 主礦那邊弓兵應該是有爆出來一些 好 那這邊是出了一隻不休者 在自己的主礦 二礦那邊做防守 教士這邊是被爆了 那等等人禁出來的時候呢 就要準備做進攻囉 那我們可以看到兵營已經補到了7座 這邊注意一下流程喔 他是先把兵營補到7座之後對不對 按了一下人禁 才蓋第8個兵營 因為你如果是一次蓋6個 補到8座的話對不對 你的這個人禁啊 會卡到時間 那如果說你太早做人禁的話對不對 你在進攻的時候 你的那個PG還沒好 會影響到你的第一波進攻的那個質量 冰的數量會變少 所以呢 HES這邊的流程喔 是先補到7兵營 做一個人禁 再補到8兵營 好那這邊做進攻了 我們看到這邊是 不休者是用走過去的 而不是用再過去 他是用走過去的 然後在這邊在臉上 那他也沒有急著進攻啦 這邊已經到了對方的那個 蟲胎處囉 他並沒有急著進攻 他在等待下一波的傳兵 等待下一波傳兵 這邊先把後面的狂戰士給救起來 那你看這邊黃金礦 這邊是已經用建築學毒死了 所以這個翼化蟲 就算過來6了 也殺不到工兵啦 可以安心的採集 好這邊前線直接做進攻 這邊是在5分之前做一波進攻 這邊的狂戰士大概有16到18隻 不要說為什麼 動態勢力 好這邊有16到18隻狂戰士開始做進攻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不休者對不對 先把這個D4給點掉了 那接下來的話 不休者要盡可能的 每一下都打在對方的重甲單位上面 像是蟑螂 蟑螂啊 地刺啊這類型都可以 好那這邊的重點就是要好好的保存不休者 因為這個戰術的主要攻擊手就是不休者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可以用人進去上下他的不休 還有殘血的狂戰士也是可以救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 就只要一直刷狂戰士就可以了 對於蟲族來說 要守住這波真的是相當困難 真的是相當困難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OLAR的 蟑螂已經被不休者點得差不多 這不休者不確定是幾殺了 但是一定殺了很多隻啊 好這邊一樣 你看他們一下傷害都是打在蟑螂上面 千萬不要打到異化蟲上面 如果是打到異化蟲上面的話 這傷害會差蠻多的 好那這邊SOLAR打出GG 嘿 這招神打蟲戰術啊 絕對是我近期看過最強最暴力 最犀利的打法 而且他簡單易學 我們就記得把握幾個重點 就是你在VR蓋完之後呢 你的瓦斯只要再踩100 就可以出不休者 那時候你就把你的瓦斯停了 而且從頭到尾只有單氣而已 如果說你真的忘記停氣 你的瓦斯多踩了可能50啊 對100了 那你可以把你的幾隻狂戰士 轉成 轉成做 教室 那這樣的話你在進攻的時候呢 你的教室就可以飄到對方的 惡礦啊或是主礦 打一個雙線 這在如果說階級比較低一點 可能黃金啊 白金啊 或是白銀啊 甚至鑽石 這個效果可能會比純狂戰士 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記得停氣的話 還是純狂戰士就好 這樣的話你進攻的 會比較早一點 還有記得這個打法 一定要在5分鐘之前 遊戲時間5分鐘之前 就要打進攻了 因為你如果拖到5分鐘後的話 重足的兵力 就會再多個一輪軟的蟑螂啊 或是兩輪兵 那這樣的話你進攻的成功率 就會大幅下降 還有記得不休者的每一下傷害 都要打在地刺啊 或是蟑螂這種 重甲單位上面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將你的輸出極大化 這招真的非常厲害 極速上分就靠這招 神打蟲無敵戰術 真的不是亂吹的喔 真的很強 大家可以一起來學習齁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也可以一起討論 這個戰術打法什麼樣的齁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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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9 6 10 6 6